機車騎士高速行駛 騎到路口 一個move要回轉 結果被綠燈執行車輛 一個正面撞上 撞車瞬間 機車上四個人向推骨牌 全部飛出倒地 被說是在拿命開玩笑 一點也不誇張 因為機車不但私貼上路 還沒兩段式左轉 幸好乘客都只有輕傷 而這車禍地點 就位在屏東方寮的五岔路 從3月30號開始到4月23號 不到一個月已經有四起車禍 有阿伯沒戴安全帽 闖紅燈 結果被叫車狠狠撞飛 另外還有阿公在阿嬤 在路口想直接左轉 卻查證小貨車摔倒 到了晚上車禍更多 民眾貪快想闖紅燈 結果沒注意路況 也被撞個四角朝天 機方表示 方寮建興五叉路口 由於是台一線和台17線的交會處 平常車流量大 加上當地紅綠燈秒數長 底下這個小路又是通往村莊的 連外道路 不少民眾不耐久後闖紅燈 導致車禍意外 一個小小路口 一個月連續四起汽車撞機車 警方已經調整路口耗時秒差 但不管騎車開車都要小心 像這樣被正面撞飛 實在太驚險 記者張春華 陳昭古 評論報導 中文靜 確認 最新鮮的 最新鮮的